来看一下中美的科技角力 就连马斯克都有感受 他说如果没有贸易壁垒 中国大陆的电动车器 将会摧毁大多数的竞争对手 所以他是不是也感受到 这股竞争的压力 他说现在中国的电动车 是全球最具竞争力的车器 他们非常好 坦率地说如果没有贸易壁垒的话 我认为他应该 很多人都不会是他们的对手 所以因为他们现在的销量 就是输给了比亚迪 让特斯拉真的是扎扎实实地感受到 中国的制造力 路透社报道 马斯克的言论反映了 现在目前美国电动车巨头 正面临来自比亚迪等车器 争相向全球扩张的压力 电动车的买家 现在有理由要略过特斯拉了吗 根据美国媒体这个报道 对消费者而言 其实电动车用租的比买的划算 对于特斯拉来说当然也是一大挑战 所以目前他们面临到 就是得要降价 降价才能够抢占市场 所以特斯拉赶紧的推出80万不到的 入门电动车款 据传将在2025年要来发表 这个价格大概是约台币80万元 我们刚刚讲的80万是台币 这个价格来抢供入门市场 这的确是蛮低价的如果台湾能够买到80万的电动车 哇 这是一个破盘价 那再来我们看一下拜登现在试图要来护航 就是他说他否决了一项决议 说要避免联邦的经费被用来采购中国大陆的电动车车充的设备 他说这个法案会无意坚实的采购 这个中国大陆制的电动设备 电动充电设备变得更加的容易 那为什么需要处处防堵呢 因为比亚迪其实来势汹汹 他们现在美国媒体讲说 经机器学人讲 随着中国电动车的迅速发展 其实现在很多西方的企业都已经感受到一股压力 战斗当中 那时代周刊他们讲 中企这个比亚迪在上个季度击败了 美国人以为傲的特斯拉 已经现在变成了全球电动车的销售冠军 这已经是直接用数字告诉美国 你不要低估中国 因此美国的一些这种专家战略顾问 他们讲说 美国如果还没有认清现实 还不与中国大陆进行某种形式的合作的话 那么美国将会被时代给抛弃 比亚迪的强势来袭 包含这个 他们已经超越了福斯集团 现在成为中国大陆市场的销售冠军 还据传他们有一个方式 就是说奖励销售 所以他们砸了20亿 大概是台币有87亿元 给经销商发红包 就说如果你完成销量的目标的这些电脑 将会按每量在666元的标准 进行这个奖励的发放 所以这个比亚迪才能够在市场上面 快速扩张 占有非常高的市战 那现在中美晶片战 其实就连这个美国晶片制造巨头 Intel的前中国区总经理 他都讲说 其实美国现在的处境 像是横躺在铁轨上面 试图要阻止中国 但是这只会成为一个减速带 就是你没有办法拦住它 没有办法挡住它 只会减速 而且后果更是让中国大陆变得更加的独立 现在看起来这个预言恐怕要成真了 因为现在美国也好 荷兰也好 要限制艾斯摩尔对中国大陆供货 但是最后数据显示出来 其实并没有妨害到 这样子的敏感晶片生产设备 对于中国大陆的销量的激增 那他们现在中国大陆还猛砸了 11亿美元进口这些相关的半导体设备 连艾斯摩尔的执行长都讲 其实欧洲的自己晶片都不够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报道都在唱衰说 中国大陆你砸那么多钱在做晶片 将来会供过于求 会这个价格被打坏 他说其实不会 他说作为这个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 指的是中国大陆 还有这个最大的工业国 中国大陆的晶片需求几乎是无底的 所以所谓中国过度投资晶片产业的担忧 他说这个是一个错误的预测 那拿出去年的数据 中国大陆的晶片的产量增长了6.9% 现在已经到了3514亿块 所以看出来市场有需求 然后也在加速生产 感觉上面这场中美的晶片竞争 还不知道鹿死谁手 首先我们来问一下亮哥怎么看 这个整体的中美科技较劲 不 比亚迪因为他的车款少 面对中国大陆电动车多样化的发展 坦白讲竞争力真的是碰到瓶颈 因为他去年9月的股价最高点是 反正他就是从276跌到182 这跌得很凶 腰股下升上去年9月是276最高点 昨天跌12% 一下跌到182 特斯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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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错了 所以这个就是特斯拉他就要求 他产品的多样化了 所以他就想说我是不是推出便宜款 可是我认为特斯拉推出便宜款 大概没有人要买 这个事实上有点像苹果 你苹果敢推出低价手机吗 他之前推的那些也卖不动 就卖不动 所以我觉得有点类似 因为特斯拉定位是中高级 你现在搞不过中国大陆的各种多一多 因为比亚迪是从豪车 一直到最便宜的都有 而且比亚迪最便宜的是8万人民币 便宜到这种程度 对不对 所以我是觉得蛮困难的 我讲的是特斯拉 另外就是晶片 中国大陆的成熟制程的晶片 可能全球市占率会比预期还要快的成长 因为已经有人在估计了 说到搞不好到2025 26 它就会占全球将近29% 这其实是超乎预期了 那可能到2030变成40% 很快 2023才7% 是啊 马上到2030到2030 我这个是总产量 我讲的是成熟晶片 成熟晶片 成熟晶片当然第一个挑战的就是联电 我们台湾有好几家 联电 世界先进 利基电都是 所以 可是这个也没有办法 因为它是被逼出来的 这个可能会产生一种反向的 对美国的制约 就是说你制约我先进晶片 那我就 在全球的市占率 在成熟制程的晶片 占一大比例 那市场大部分的 百分之90的产品 都是需要用成熟制程的晶片 对 好 赖老师 我个人也是这样认为 因为我觉得马斯克的这句讲话 其实值得我们去深思 过去欧美日 他们在科技方面领先的时候 他们一直主张一定要贸易自由 而且反对贸易壁垒 反对贸易障碍 而且创造了一个学说说 这个贸易自由有多重要 有多有道德 你只要设贸易障碍的 贸易壁垒的多么的不道德 那这样的一个方式 就是让我们这些发展中的国家 它的发展就受到很多限制 不管是用智慧财产权也好 或是用这个贸易自由化 关税的降低的等等打压的各方面 那么使这些G7的国家 他们永远维持 他们是汽车王国的 这样的一个地位 因为他们知道 这个汽车是太重要了 汽车这个工业占的利润 跟工业化体系太重要了 可是今天输了 今天被中国大陆的电动车 彻底打趴以后 就开始用国家安全的理由 开始要弄贸易壁垒了 马斯克看得很清楚 所以他就是说 你们这些G7的这些国家 现在全部都用贸易壁垒的方法 去遏制中国的发展 丢脸 坦白说我们就讲丢脸 当初那个贸易自由的学说 讲得多好 震天驾想 义正词言 人类间最伟大的就是自由贸易 不能够有任何贸易壁垒 不能够有任何贸易障碍 讲得多伟大 多好 301法案对付修理我们台湾 那个时候台湾被修理得多惨 好像欧美都是站在 贸易正义的这一方 然后很多人这些 很多人就崇拜欧美人 就认为说 真的应该要贸易自由化了 好 现在输了 华为输了 5G输了 就开始用国家安全理由 打压华为 比亚迪输了 电动车输了 就用国家安全的理由 打压比亚迪 打压这个中国大陆电动车 坦白说丢脸 丢脸 再讲丢脸 这个时候贸易自由化 都丢到旁边了 我也没有再听到 台湾的自由经济学者 你在讲贸易自由化 都不讲了 每个人都 永远跟进美国 真是 真是丢脸 坦白说我还在讲一句 就是丢脸 我这个人就认为说 今天你输了 你就用国家安全的理由 坦白说 以目前来看的话 你挡不住了 因为贸易自由化 已经成为一个趋势了 挡不住了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我个人是认为 有关于半导体 中国现在很多厂政的新建 开始投产了以后 台湾第一个倒霉 台湾自己本身要把眼睛正亮 不要再跟着民进党政府走了 好 介老师 我个人是反对保护主义 因为保护主义事实上 用你本国的消费者 去补贴一个不具竞争力的产业 所以我们台湾买不到 那你是想要用保护方式 来扶植这个产业 通常这个产业都会 不会起来 因为它会被你这个保护 给宠坏 所以美国现在过去 它是反对保护主义 所以美国的企业非常有竞争力 你知道它都要你开放市场 自己本身也不保护 你的外国产品进来 我跟你竞争 就硬碰硬 所以可是问题现在你看 美国欧洲 都跟他们过去的 最教科书的讲法 做两反面的事 他用保护的方式 保政府的力量 来扶植那些产业 这些产业就靠政府就好 他靠自己 他要靠自己 不靠自己 所以就变成 今天不管是电动车 还有晶片产业 美国政府插手的跃升 短期内 可以让他们这些产业 美国跟欧洲产业 存活一段子 可是在这个温室里面 它的竞争力 跟它的创新力就受到减损 反过头来 正好增加了中国大陆产品 用更好的品质 更精良的产品 来跟你竞争 所以这个一来一往之间 我觉得这个胜负 已经看得出来了 像这个真正有经验的企业家 像这个Intel的 这个前中国总裁就讲说 你现在是躺在铁轨上 试图支持中国 它只成为一个减速带 那么事实上 它在帮助中国的产业 成为更为独立的 中国大陆为什么 美国西方联手起来打不下来 因为中国除了本身产品的性价比 不断提升 中国本身有极大的国内市场 这个国内市场 事实上 不但你中国大陆可以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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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